各位朋友网友们好 欢迎来到看世界频道 今天是美国时间2022年6月8号周三 很多美国企业相继离开中国市场 上周四美国亚马逊网站上表示 将停止旗下开一斗电子书店的在中国的服务 之前美国微软巨头微软公司 也表示要关闭在中国的职业社交平台 领英网络服务巨头雅虎 在去年宣布退出中国市场 接下来会有更多企业离开中国市场 目前美国苹果公司Apple 计划将iPad组建的生产线 从中国工厂转移到越南 这说明很多美国公司已经认识到 在中国做生意风险过大 据说苹果公司将iPad生产移出中国的决定 是因为供应链的中断和时常被打断的生产计划 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将一部分生产设备 撤出中国 苹果的撤离决定是最重大的发展 原因是苹果是在中国供应链中最难移动的公司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 苹果还是迈出了一步 很多美国企业仍然留在中国 但由于中国当局坚决坚持清零的防疫政策和台海局势 日渐紧张 也让企业主们感觉慌慌不安 生怕哪天再被封控 或者是战争爆发 或是中国被制裁 或者是中国报复性制裁 把他们的公司占为己有 那么这些还留在中国的美国公司 将得不偿失 估计将来会看到更多的美国企业离开中国 好了这次就和各位朋友网友们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